第一机会没有处理出来 赵继伟单手应该拿好进去了 这是南方球队里头比较罕见的 以本省圈为主要构成的一支队伍 从销炼组到运动员 李扬这球运多了 出球的一瞬间被赵继伟断了 赵继伟的选择 就这个一防五 还是投不了 失误了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起去 赵继伟直接给赵继伟的三分 投中了 有点扎堆 赵继伟只能自己攻了 今天是真准啊赵继伟 太潇洒了 这个 赵继伟守一个 还是扩大的 赵继伟的得分啊 接快攻 叶仑心 赵继伟又中六 全是独立支撑内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想去抢肩上满 几乎很难 对 所以就是只能靠撇这一下子的命中路远 这个保证起来就比较难了 赵继伟没抓着传过去了 直接掉 这球是在面前被赵继伟直接破坏了 对 赵继伟麻烦了他这球 给赵人传球 又是金球 南京九中和深圳二十院 赵继伟 嘿呦 今天好准啊 哎呦可惜了 这球啊 没领好 赵继伟拔一个 又多打少了 还是退守的问题啊 优势的强度啊 对 要去再给球 嘿呦来了 哎呦赵继伟啊 他就是难能可贵的 就是在这个年龄远 他这个左右手的传球啊 嗯 运球啊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力 赵继伟 赵继伟八中八 还没空过 这次正式造成黎扬的犯规 飘移 他确实也被突了两个 所以更往后收了 那结果黎扬呢 也给出了两个 第九个 身体没有完全调整好 是 对 他就来再上球 那第三次赛 面对赵继伟 那这个考验啊 不小 嗯 呃刚才下来看 你看这算平时不知道啊 还是对队员们啊不太满意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换的是不是过于彻底 就层上这个阵容好像太年轻了 太盛了 这是第一场